大陆有关部门正在调查薄熙来在重庆市担任市委书记期间数十亿美元的政府支出 知情人士透露这次调查特别指向那些有利于薄熙来跻身中共高层提升形象的基础设施建设 以及庞大的保障房开发项目 外界认为由于薄熙来花费大量资金导致重庆过度的支出和高债务 未来重庆百姓可能会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 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说 薄熙来上个月被免职之后 重庆市发改委和财政局联合下发紧急通知 重庆市开始清查各级政府债务清理全市政府投资项目 重庆市财政部门的一位官员表示 清理政府投资项目主要是针对重庆的一些大项目 和有助于薄熙来挤身中共中央高层领导队伍的项目 目前还不清楚薄熙来任职期间 重庆政府到底使用了多少银行贷款来支持各种政府项目 只知道薄熙来在重庆最得意的植树项目花费惊人 薄熙来在公开场合说 植树活动每年花费人民币100亿元 据报道 重庆市政府总债务已高达5000亿人民币 相当于2011年全国发债的一半 重庆市政府实际上已经破产 而美国美林银行的报告显示 去年重庆7600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中 绝大部分来自当地政府设立的八个融资平台 这些融资公司主要依靠土地作为抵押从银行借款 并以土地增值作为再融资的资金来源 最近几个月 投资者和分析人士表达了对这类融资平台公司 能否如期偿还债务的忧虑 如果这些机构违约 在北京执行楼市调控政策的背景下 土地贬值可能会给银行和其他投资者带来重大损失 时事评论员蓝述指出 国际来整个投资的决策过程都是黑箱作业 美林说 去年重庆市凭借16.4%的经济增速 使重庆成为中国各省份和直辖市中 经济增速最快的地区 老百姓衡量经济数据不是看这个 它是看身边切切实实的变化 它的工资涨了没有 物价涨了没有 经济形势还没有 只是为了追求GDP的 纯粹为了数据 而搞的各种投资和什么数据 那个没有什么意义 对老百姓而言没有什么意义 现在的统计局它都是造假的 你看我们的待遇的话 我们只有千多块钱一公元 一个月只能够自己的 自己用养家扶口的很成问题 我们豪铁还是一个 表面上说是一个鬼云气 据了解 薄熙来在重庆大力提倡的是 由政府引导的不透明经济模式 依靠的是大量财政资金的注入 用于有助提升它形象的 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以及庞大的保障房开发 之前薄熙来承诺 到2012年将为240万人建设连租房 请政府在说是在修保障房 在修保障房 但是这些保障房是变了谁啊 我们不清楚 像个彩票一样的都摇号 肯定有假 因为我有几个朋友 好多房子他都没摇上哈 把他收割来了以后 给他自己制造形象 为他的个人野心 或者他个人的政治前途做准备 这个就是实际上是一个变相的公款私用 而大陆经济投资顾问 郑先生也认为 薄熙来在重庆搞的那些项目的资金 完全是来自权力垄断 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 你为这个国家纳税 你就身为纳税 你就有权利监督这政府的各项投资决策 所以他的投资 各项投资政策和投资方案 是否合理 是否科学 是否经历专家的验证 他是找了哪几个专家 在这个决定政策出台之前 有没有经过清证 认证和事后的审则 事件证明 他这一切都没有 蓝树认为 政府不会制造任何产值 这些债务最后 还是得重庆的老百姓去承担